外媒报道,当地时间7日01分,美国正式宣布重启,对伊朗的第一轮经济制裁,涉及金融、汽车、飞机等非能源领域,顿时在国际上,点燃了一颗巨大炸弹。 对此,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,就对外呼吁道,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,伊核协议缔约国都应该继续履行协议条款,全球其他国家也应该尽一切可能,保存伊核协议不被破坏,而亲密的盟友欧盟和日本,也是纷纷站出来对美国此举表示反对。 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同德英法外长发表联合声明,指出对美国不顾国际反对恢复对伊朗制裁表示遗憾。 欧洲缔约国将与联合国及中俄一起遵守A互议和协议。 与此同时,欧盟应对美国制裁的阻断把规也正式生效。 未来欧盟企业在与伊朗进行合法交易时,因美国制裁而受到的损失,将由欧盟做出补偿。 至于对伊朗经济至关重要的石油产业制裁,将于11月4日正式生效,但根据美国方面放出来的消息显示,尽管众多高官都被派往各国,试图说服各国支持美国的石油禁令,可结果却并不理想。 大多国家都给予了拒绝,特别是我国更是极为坚定地对美方要求表示了反对和拒绝。 我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,也是伊朗排名第二的石油出口国,我们在拒绝美国削减石油数量要求的同时,还在不断加大进口力度。 数据统计显示,过去的7月,我国从伊朗进口石油量大增26%,伊朗石油出口量近四层,都被低价卖给了我国。 日本,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,虽然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,实作出过将减少对伊投资和石油进口的表态,但根据这几个月的韵量,似乎态度又发横了变化。 5日的东盟外长会议上,日本外相就公开表示,今后日本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,为何美国对伊朗发起制裁,或迎来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弹? 在致病微信公众号,第一龙军,看来原因有三点。 一是,投资安全问题,一核协议签署后,欧洲、日本、中国、俄罗斯等多国,纷纷在伊朗投资建厂。 至今已聚集了数额可观的外资核产业,如伊朗目前已经成为欧洲汽车的重要销售市场,我国小商品充斥伊朗商店,和拿下伊朗高铁大单的,美国突然退出伊核协议,并发起经济、金融制裁,无疑将会使各国投资损失惨重。 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有着较大市场的企业,更是如此。 二是,石油安全问题,伊朗石油出口量还世界第四位,仅次于美沙俄三国,其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欧洲、中国和印度。 欧洲最鼎盛时期,占到了伊朗出口量的50%,而我国当前也达到了35%,如此多的石油出口数量。 一旦伊朗石油被停止出口,那么腾出来的缺口应无法被快速补足,全球油价必然大幅上扬。 这对于我国和欧洲两大石油进口方来说可谓极不利。 三是,地缘安全问题,中东本身就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游戏资源,近几十年里纷争不断,如今更是有巴以问题。 叙利亚战争,库尔德武装,恐怖分子,耶门战争,伊拉克战争等矛盾,时刻困扰着地区和平稳定,如今随着美伊关系的紧张,更是给地区和平,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。 一旦擦枪走火,那对于周边国家还是世界诸多国家,都是不能接受的,毕竟战争一起,中东石油出口和价格将受到极大影响,同时更多的难民也将涌向欧洲,而我国一旦一路的推进,也将被伊朗这一节点给吓住。 如今,美国对于第一波制裁,已正式开始施行,第二波更严厉的石油禁令也在酝酿中,美国国务卿更是高傲地表示,美国的制裁将让伊朗做出巨大变化,但看着联合国以及欧盟、日本、中国、俄罗斯等国的反应,美国的想法恐怕将成为一厢情愿。 就如美国安全中心智库报告所说,在伊朗问题上,我们可以退出伊核协议,但除非所有盟友都给予支持,否则制裁不会产生重大影响,美国的石油禁令最终,也将在事实上成为一张废纸,著,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,或关注后词信联系作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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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